全排隊? 原來是排隊坐纜車上山頂 新春期間, 旅客迫爆景點 很多交通工具都應付不來 我們收到謝先生的投訴 說昨天初三進了東涌 打算跟媽媽去寶蓮子散下心 怎麼知道? 去到其實我已經發覺不太對勁了 發覺他有幾條不同的龍排 在東涌的巴士和隆平新航林的站 都很長的 其實當時的指示很不清晰 是不知道發生甚麼事的 原來有一條龍在網上買了票 正在排隊 那條龍已經長得不得了 他就說買票要等兩個小時後走 接著我發覺有的士司機 是擺在站頭上蓋著旗幻不接客 接著就派卡片給乘客 告訴別人叫別人去召車 召車發覺要收600元上到寶蓮子 我們今天來到現場 看到的士站的確排浪長龍 由這裡去大約本身應該剩下200元 他就說如果加到500元便會有 等了一個小時多一點 一個小時多一點? 中間有沒有見過有車來? 有,不過全部停了,他們不會過來 我其實現在在東沖站 窗口外面的的士站 想召車去補蓮子 現在大概有多少錢? 500元 500元是斷人頭計還是斷車計? 一車… 500元一輛車? 對…很受… 這條人龍長得飛起 我們問過了 這條是上網預先買了纜車票 來到才來拿票的人 目測有二、三百人在排隊 買了票也要排這麼久的隊 還沒買票的怎麼辦? 我猜到是多人了 但不知道又要拿醜又要買票 真的不知道那麼棒 之前是想要順便買票的 搞到現在斷了門都 你覺得安排怎樣? 我不是就不好了 哇,太誇張了,覺得 覺得要排隊 但應該半個小時應該差不多吧 沒想到要兩個小時 現場其實還是有一點點亂 整個詢問還不是特別明確 我覺得還是可以改善一點點 原來去了景點 原來發現你們要浪費 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每一程的車上到去 或者被人湯 可能三倍、四倍的車資上到去 然後下來再被人湯多一次 那麼香港怎樣搞女優業? 我其實看不到她怎樣搞得到